在這邊做一個補妝 我們現在要做的這個文物補妝 應該是說要看他們單位裡面去探究 就是說以前用台藥做的 對對對 目前這個儀器 對 我們以前是開機是工作 這個依照沒有人知道 西雄的那些泥塑館在那時候 大尊的泥塑的提供座 北斗裡面這裡找出來一尊 這尊國保 這應該在台灣唯一尊 對 台灣唯一尊 對 我相信我會順利 那年代大概有什麼 年代應該是 清條時代 清條 這是按前週的溫週來的 對 玄廟館 玄廟館 玄廟館來的 這是天公座或中華四個族群 有張州人、錢州人、溫州人、丁州人 每一個族群禮拜是不一樣的 這是抓住人 抓住人 我們的錢州的溫州來的 玄廟館那邊 從那邊 真正從那邊過來的 這不是在台灣其他婚姻 這直接 按前週的溫州 直接來台灣 他全集結 他就是唯一的 我們台灣唯一的一個椅道館 沒有啦 阿姊 阿姊 我們這裡要提公佩 來請提公佩 提公佩 來議價 來現場 請請 下 room 走 坐 OK 再去 現在 對了 今天我們 請 請 安 我們 根本 advis 申請的團隊進行我們這個 公務檢測、公務調查團隊 就是這個新鮮的政府 就是針對我們的行政 進行 要來檢查,要怎麼做就可以了 自己來做法定 是這個團隊 這麼強調、這麼強調 有很多收藏家的 我們要把它擠 拜託 拜託我們社長梁 里長,這是我們在地的土地 我們理廟 連老體協會 跟文化部來建設 要再做一百塊六年以後 文物跟信用 彰化的文化古蹟 堪稱是前果之冠 不是只有建築的文化古蹟 是所有的文物古物 都是前果之冠 所以應該要適當的 這個保存 過去曾經發生在南遙宮 一件 在日本時代 日治時代 林烏索雕塑的這個 李洞斌的 一個 在 日本東京的雕塑 大賽得獎的一個作品 放在了南遙宮 但被 泥貓 泛泰里 被淘汰 又被淘汰了 又被淘汰了 被淘汰了 其實那不知道要怎麼報案 那應該要報案 但是那已經很久的年代了 所以 其實 很多人都會來 靠體 甚至 監所制度 我們要防範 我們要防範這樣的事情 政府 文治法 嚴格的 來規範 要將這些 文物古物 做適當的調查 跟適當的保存 這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在保存 構成 是非常的 艱難 我們知道保存 文物古物 是有一套 專業的 技術 但是 最起碼 要先做 調查 進一步 要怎麼做 保存 甚至要怎麼來 活化 要怎麼做文創 要怎麼做 古蹟文化導覽的 觀光的一個 重要的資源 這是我們 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要去思考 今天 非常非常的感謝 幾乎集合的全國 這個 文化 這個 的專家 這些 文化服務的一些專家 賴教授 講 很多專家 幾乎都到了 我們非常 特別的感謝他們 全國唯一 他道館 來賀廟名 他剛才天龍廟 不是叫天龍廟 就天龍廟 不然就叫風宮 他第一 大家唯一一間廟 用道館 這是天神道教 道館 哪會賀名 就是元清館 那我們這尊 行春 是來 大幾位溫桌過來的 原本是在泥塑裡面的 大家都不知道 你的泥塑裡面 是先大村的 鐵棟座 的泥塑 因為 鐵棟盤 完全盤 像黑棗 以至於這個 這個 這尊 從事 替國座 重建天日 我們才知道說 喔 剛才這尊是台灣 唯一一尊 清飄西台 按這個 泥塑 錢桌那裡過來的 這個是非常珍貴的 也是我們的國寶 然後我相信 在彰化寺的寺廟裡面 還有很多 這樣的國寶 我們只是借用這樣的 一個 說明會來大家 說明 說一般我們那個石頭裡面的原料都是以矽為最高的組成 所以其實我可以知道說 好 我今天這塊材料 的石頭跟 比如說我可以鑑定每個區域不同的 石材 就是石頭材料 是不是因為 地方不同 取材的地方也不同 他比例會有不同 那我們就可以用設備去 做一個驗證跟比對 我們興建那個 事工所能夠主動做這件事情 然後 因為 文物補償是 國務 保存維護的一個 很重要的工作 跟我們這裡 專家人的關係 我們的前輩為什麼 當初 沒到 藏者 清廖建復權 責利 叫做什麼 藏者 說什麼 藏者 藏者怕這個大阪 他 帽子說 一般我們在黑豆堂 你不要知道 客廚所排的 什麼 這裡的 這裡的 富山 還是這裡的 這裡的 一排這裡的 光園這裡的 所以那時候 都去提工 要那麼近距離 看我們的提工做 我們提工做的 的結束在哪裡 剛才市長說了一部分 所以 我在這個隔壁中 我會去做一個選擇 這個隔壁 從當時開始 這些朋友可能 可以走